現在臺灣茶呢,很流行就是用圓葉,然後整顆的茶下去沖泡嘛 所以說我們都會有一個習慣,就是一般細碎的茶,它可能沖下去三分鐘可以飲用 可是我們茶石精塞裡面的茶呢,都是圓葉茶 所以說呢,我們用沸騰的水呢,那大概在200cc的水,然後把茶包放進去,然後加上熱水 必須要等喔,要等大約6到10分鐘這個時間,再把茶包萃取出來,然後再來飲用 這樣才能夠喝到茶原來的甘甜,然後再配上很好的點心,那就可以吞出不一樣的味道